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刚开工时 我们常常会听到身边的人抱怨提不起劲 倦怠 或是头痛 腹痛 无力等生理不适的症状 甚至有些人持续的焦躁 忧郁 对于工作感到抗拒 这就是所谓的收假症候群 Post Vacation Syndrome PVS 过年大鱼大肉 许多民众的体重也增加不少 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中市府运动局长李玉瑞为关心台湾民众的健康 特别现身台中市政公园做暖身操 提醒台湾民众收心上班时 也要注意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维持身体的健康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为卢市长加油 要他多运动保持健康 持续为台中市民来打拼 记者邹志中报道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 新年恭喜 我是卢秀燕 在我们旁边是我们台中市的运动局长李局长 大家好 今年的过年廉价长达九天 当市长 我除了公务行程以外 我也不免足的去很多的长辈家里 或去参加很多的春酒行程 偷偷地告诉你 也要请求你帮忙 我胖了两公斤 九天胖了两公斤 我不晓得有没有破纪录 但我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 请教你 听说你以前很胖 听说你以前是那个什么学生 建立 建立选手 我们的运动局长是建立选手出身 你以前多胖 我有最高到快100公斤 100公斤 那你现在呢 我现在过年前是80 局长的标准体重上80 那我看看他 我看看他现在 哇 真是残酷的考验 现在撞几个片就拍走 对啊 还好鞋子有脱下来 82.6 多了2.6公斤 那要怎么样的消化 跳26下 跳绳26下 你跳26下吧 应该是每天要跳260下 对啊 今天先示范一下 ryana 好 好 好 接下来就带回去猎馆每天 260下 tek 1 2 3 4 5 6 7 8 9 7 7 7 3 4 5 6 7 8 19 11 11 11 12 12 13 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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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们脚痛好的好快喔 爱而且你过年后继续努力 谢谢 2 3 回来 1 2 3 4 4 5 6 7 8 来我们向右边 关节 1 2 3 4 5 春节过完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节庆 就是元宵节 各地都有办灯会 我告诉大家 全台湾最好的灯会自己逮丢 因为全台湾最好的小灯笼 也在台中叫做飞天珠 我们的灯笼真的是会飞 会动 我们下面有个小机关 这个小机关一拉 你看它的鼻子 鼻子会动 然后翅膀 翅膀也会飞 据票选 我们的小灯笼 是全国小朋友最喜欢的小灯笼 在2月16日到2月24日 在台中市的文心森林公园 那我们有台中市的灯会要登场 这个灯会保证是全国最漂亮 最适合打卡 最适合参观的灯会 这个现场有赠送免费的飞天珠小灯笼 欢迎大家来参观台中市元宵灯会 文心森林公园2月16日开始